12月22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考古新发现。 当地考古人员在山西省霍州市发现始遭于唐代高五时期的千佛崖摩崖造像及枯前遗址。 对研究圣唐向中后期过渡的造像风格、类型演变,提供重要材料。 千佛崖摩崖造像及枯前遗址位于霍州市西南7公里处的坟河东岸山崖上。 项目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联合发掘,分为枯前遗址与崖壁造像两部分考古工作。 枯前遗址共布设探方20个,造像枯坎的雕枣非常集中,初步统计共70余坎,约300尊造像。 崖壁上方有一尊高达6米做佛,为高五时期雕枣而成。 本次发现的五尊十一面观音,别名大光普照观音,秘号慈敏金刚。 从目前发现来看,十一面观音形象在中国大量出现在唐代,武则天时期以后逐渐流行。 此次供发现近二十处明记,经过识读,确定明记内容有纪年、地名、人名、官名等几大类别。 其中纪年有开元五年、天宝三载、长庆二年等。 地名有近阳郡、安边郡、晋州、太原等。 官名有县卫、中书社人、杜芝、判官、鸭牙、副将等。 据考古人员介绍,霍州市千佛牙磨牙造像及窟前遗址,始遭于唐代高五时期,是山西重要的唐代中型造像群。 既有太原天龙山石窟唐代造像风格,也受洛阳龙门石窟关中地区唐代造像风格的影响, 对研究圣唐向中后期过渡的造像风格、类型演变,提供重要材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